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首先在下旋球当中的一个误区 并不是说它的球可能是一个下旋 或者看着它很低 我们就手一定要沉到台面以下 首先还是一个判断 判断对方球的这种旋转到底有多强 而且看这个球的弧线 它弧线低我们其实可以是重心往下 但并不是说手一定要下得非常多 手其实还是保证在一个和台面基本平行的一个角度 因为你如果太低了的情况下 你就会出现一个从下往上的这么一个发力的方向 所以就会导致可能这个球的弧线也不是特别稳定 包括也会导致你发力的质量 包括击球也不会太集中 所以我的建议是 其实球低了以后下的是重心 并不是说手要下多低 手其实就还是一样 跟台面差不多低就行了 只不过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发力不舒服 其实很多的问题是在脚下并不是说在手上 有的时候大家把这个问题可能主次没有闹明白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判断是最重要的 然后是调节脚下的步伐 找到一个下拳球合适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一个合适的站位 然后拉手呢不要从下往上拉 就还是跟球一样平行就行了 下拳球主要其实是在接触球的时候呢 摩擦球有一下集中 和上拳球不同的是可能上拳球会撞击多一点 撞击带一些摩擦 但下拳球可能是摩擦的这种成分要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不是纯摩擦 纯摩擦这个球就变成了纯高调 可能我们七八十年代那种拉弧旋的方法了 因为现在已经完全不会采用这样的技术去解决这种下拳球 因为下拳球基本都是以前冲或者是那种高质量的所谓的调 但其实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当中 还是以这种抢高点去争取发力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种训练的目标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在拉下拳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说球高低我们就去引手 其实引手不管球高低或者他拳面怎么样 其实我们的引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脚下和判断和这种提前的站位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们进去是下了 在那种方法为adı 就是左边 Monta Mo生 所以这个人真的猜猜猜猜有个人 等于 一些 架子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